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闲鱼UP主义吧, 尿了个咪,今天的话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吃些什么东西,那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的话也是点了份外卖,是一份毛水网,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就个两个小的纸碗,应该是让方便那个顾客就是分着吃, 我拆这个袋子给,我们先把这个外卖盒拆开来。 它泡了好多层保鲜膜呀。 这里面还有一层保鲜膜。 看看这满满一大碗。 我们搅动一下。 很香哎。 其实我点的是一份小份的,但是感觉里面的东西还挺多的。 这是鸭血,然后牛肚,火腿片。 什么黑色牛肚啊。 这是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反正这里面的东西还挺多的,就是,而且不是说都是那种配料。 这是那些土豆片。 它里面的总,总的来说量还是挺大的。 我们来开始吃一点吧。 火腿片的味道还不错。 我点的微辣的,所以整体上来说不是很辣。 我们继续吃。 这个应该是类似,嗯,鱼豆腐吗? 它好像就只是豆腐。 这家店我以前没有点过,所以今天的话也是第一次点。 就是看一下会不会踩雷吧。 它在饿冷漠上面的屏风还是挺高的。 吃到一颗花椒。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黑色的牛肚。 这个的话是黑色的牛肚。 哇,为什么是黑色的? 应该是,嗯,嗯,嗯。 我看到了,吃就完事了。 这个好像是鸭肠吧? 应该是鸭肠。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鸭肠味道怎么样。 我感觉自己天天在吃鸭肠。 昨天吃鸭肠,反正当天天是老旋旺。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白色的毛鸭肠。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白色的毛鸭。 我看到配料里面有写黄红。 我们来找一下我们找到黄红。 我看到它配料比较像有写。 但是我现在没有找到。 不管了,先吃吧。 我遇到你,, 我处想切剥了一下。 这个很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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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像有我的一种。 水啦真的好 可能如果下次再点的话 可能会尝试一下中辣 感觉中辈辣其实挺清淡的 看它颜色很空派 我还是没有找到黄红 还有花菜 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这家店的名字叫做鲜爷辣 刚我在视频里面可能是说错它的名字了 它的名字不叫鲜右辣 叫鲜爷辣 然后总体来说还可以 它的量是还不小 但是我觉得它的价格的话也不是特别划算 我这一碗的话要去掉会员红包 还要52块钱左右 感觉总体来说是有点小贵了 口味的话还不错啦 我点的是微辣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辣 比较清淡 它是比较适合我们这边人的那个口味的 然后其他的话 就是它那个配料表里面写的一些配料 我这边没找到像黄红什么的 具体原因我不知道 可能就是宣传的时候会有那个配料吧 然后其他话都还好 味道也还可以 就这些吧 然后我刚发现 我录完这些我才发现我今天的视频比例 又错了 不是16比9还是4比3 跟大家道不歉 不过没关系 你们是要看内容的 不是在看比例的对不对 好了 那今天这期节目 呸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结束了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然后一条龙 很明白 好 今天就